純鮮詐這樣子 這個就是欺騙消費者 那另外鼎心在天津也有一個欺詐消費 詐騙消費者就是這樣 他說他的牛奶有履歷 對 他說他的牛汁履歷 我說你不用騙我 今天你要擠奶是一群牛排排站 一直進去擠的 也不是說我今天低頭牛擠下來這個牛 這個牛奶我去把它加熱一下來賣給你 這個有履歷 第二頭進來一集全部都混合在一起 那拿來的履歷 何況一群五千頭一萬頭牛進來 這麼大的一草 你拿來的履歷你不要騙我 這個詐騙很多 有有有真的喔你看喔 牛汁履歷 杭州衛泉原選鮮乳 2010年上海限量上市 衛泉這個嚴選純牛奶 邀您查履歷 iPad即時營 就是說你查履歷 搞不好你還可以抽獎喔 那抽獎你還可以得到送iPad喔 它是真的有履歷的喔 你不要亂講喔 沒有啦 履歷是履歷到一個程度啦 哪一個農場來 哪一個牧場來可以啦 但是你跟我說你到哪一頭牛 那我沒想到啦 我看到他身高體重 牛的身高體重 看到嗎 牛群投訴當前有340頭 那30天前有330頭 30天內一路投訴35頭 身高平均身高143 平均體重600公斤 這個在選美嘛 代表牛的這個牛號是7076 代表牛的這個身高142公分 代表牛的體重580公斤 他免疫的狀況 30天內免疫的批數1批 30天內免疫的投訴800頭 10天內免疫的這個批數是0 真的有履歷耶 行銷手法啦 對 台灣人不幹 對啊 不這麼行銷 對啊 台灣人不幹 不這麼行銷 對啊 台灣人不幹 很漂亮 不過他天津的轉速很漂亮 很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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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那天看到好像原來正義油廠的老闆有站出來 高雄 還在高雄 對 他們現在自己在高雄叫香香油 微粒清香油現在同樣那個老闆叫做 對 他們現在改做素的 對 做香香油 然後把那個老闆雞 他說到當初是 他正義給他吃掉的過程也是 他也是都沒有預料到這樣 對 有一個過程 那就是說同樣的 衛犬我們都知道是因為皇家的 這個大老闆 老闆雞傳了兩個兒子 黃烈火 對啦 傳給黃藍土 是 兩個兒子的理念不一樣 對不對 對 才不知道別人有香 有香 他其實也是幾個因素 那時候應該是在1986 1996那時候吧 我記得那個時候反正最重要的是他大房 各二房之間 大房的長子跟二房的長子有沒有 等於是黃克敏和黃藍土兩個不合 對 他有兩個啊 其實那個年代的老企業家好像都這樣子 喜歡娶兩個人 兩三個這樣子 然後這個剛好兩個長傳一個 真的嗎 黃藍土一個四爺 傳兩個算不算 對 你這樣子我沒辦法接話 對 沒有啊 沒有啊 你這樣講我也沒辦法接話 不過重點是他們那個時候就是大房的 這個二房 他也很好玩啊 大房的黃克敏當董事長 然後二房的那個黃藍土當總經理 然後兩個不合 那在這上衛權很好玩 他的股票持股在那時候都只有維持在40%左右 所以他不是majority就不是絕對多數這樣子 所以他當然很容易就被人家襲擊這樣子 那結果二房的黃藍土跑去找了那個 那時候的股市作手阿丁有沒有 跑去就是等於去搶下市場多數的股份 然後把黃克敏幹掉就直接自己去當 換他當董事長這樣子 那時候是這樣的過程 可是因為他的股份一直沒有長期一直沒有過半 所以後來呢 在那個時候有沒有 就是市場派等於就是想要偷襲他這樣子 所以市場派就一直在吃 慢慢的在收 收位權的股票吃股價這樣子 結果那個時候 黃家也是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差不多 外面的那種 嗅覺啊 其實都很靈敏 第一知道你賣賣 第二知道你的能力有多少 有沒有趁虛可入的 這個趁虛可入的 這個趁虛可入的 這個趁虛可入的空間 對 因為以前那時候的經營是這樣 真的 他們那時候沒有察覺到 結果市場在吃的時候有沒有 哇 莫名其妙市場派已經吃到35%的股份 所以那時候黃家很緊張 一直在回補自己的股票 結果後來黃家 再差五百 你看多麼慢啊 人家吃35% 他才發掘股票 對不對 對 然後後來呢 就是說他當他開始發掘股票的時候 他又做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他想說市場派有沒有 因為你是融資嘛 他覺得你利息壓力很大 你在吃我的股票 所以他想說他把股價拉高 就倒貨倒給市場派 那時候把股價一路拉高 那因為本來股票很便宜 那時候衛權本來很便宜嘛 因為虧損嘛 那時候把股價一路拉高 拉高到48塊 想說這樣一次到十幾%的股權出現 好像裝倒這樣 對 他本來想說一次壓給市場派倒 結果沒想到市場派的阿丁 就一次把它吃下來 吃到多少呢 吃到他手上已經有47%的股份了 就要跪拌了你 他已經拿到47%的股份 但是因為他也沒有想要經營衛權阿 所以他就跟衛權的公司派談判 他就說我現在已經有47%股份 我現在是比我現在 比你家還多 對比你家還多 我現在48塊 他要他加價 就是你要拿52塊以上有沒有 來買回去這樣子 結果衛權的皇家 他沒辦法就跟你賣掉 他也還沒有這樣跟他講 他只說我現在就是要 就是要把他換掉這樣子 那 他一拉到這麼高的價格有沒有 皇家也很有趣 皇家就很有股氣的跟他對峙 因為他想說你利息壓力這麼久 你應該撐不住 對 要47%你融資這麼大 他就跟他對幹這樣子 我想說我就先撐著 結果他沒有想到 他竟然跑去跟頂星的衛家談 你說阿丁他們是不是 對 阿丁他們跑去跟頂星的衛家談 他把手上的股票有沒有 他不是本來我們剛剛不是說 他已經吃到48塊了嗎 他用58塊的價格 一次出了35%的股份給衛家 他自己還保留12% 他自己保留12% 然後就到那個時候有沒有 皇家才發現來不及了 對 皇家才發現來不及了 然後那時候衛家就要求要召開 臨時的董監事會議 然後就在那裡面有沒有 大家就是把泰式做得很清楚 所以那個時候衛權在那之後 大概過一段時間 其實他還是有一些紛擾啦 就是說舊的董事跟新的董事之間的紛爭 但是你也知道那個其實也撐不久 因為人家股份就是比你多 那所以那時候皇家就一直不斷的拉高 要拋售那個手中的股票 然後直到手上最後一張股票賣完為止 就是1998年正式變天 整個衛學就這樣子變成是那個頂星 他後來是總賣喔 全賣啊 一張不剩 賣要拿很多錢呢 對 但是那個時候頂星也是沒辦法 因為那個時候他要護航自己的股價 因為他也很倒楣 那時候剛好遇到金融風暴 所以那個時候的頂星有沒有 其實那個時候他也沒有這麼多的現金 因為他都用現金去買嘛 那他也是不斷的去週轉 那時候他 比如說他的週轉 他也找上高清月啊 那結果高清月就說好 就是我可以借你 但是他要吃你絕對多數的股份 所以高清月當然 所以那個什麼 就是魏英州就拒絕了嘛 魏英州拒絕之後有沒有 他再從別的 他還是一樣就是 去找日本嘛 對 他去找日本 找上日本人願意出錢 然後給他就是相對的融資之後有沒有 才幫他週轉過去 讓他把魏權拼拼穩穩穩地接下來這樣 所以後來其實有一段時間 那時候高清月有一點後悔沒有接魏權 對不對 那你來不及了 因為所以有人開玩笑說 其實那個頂星月的魏家也是在幫日本人打仗 實在說 對啊 台灣的食品業 每年要賺錢悠閒 因為台灣的市場是小的 對 他們只要能夠維持 一年賺一點錢就OK了 為什麼 其實要賺都賺那個土地 那個廠房你知道它多麼的有價值嗎 那如果是還給他們 有辦法撐到現在的魏權 那真的不得了 黃家啦 我說黃家很可惜 黃家後來退出魏權之後去做什麼 黃家後來他反正一方面是美國黃家 那其實那 美國魏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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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家他還是還在 他還是有在做罐頭 給那邊當地的華人吃 然後 在美國的廠 對啊 而且他 在美國的廠 他美國還是有廠 只是大家不知道 魏權其實在美國有個廠而已 那另外是其實他們 後來也跑去經營核泰汽車 核泰汽車也是他們家族的 只是說當年那個兩個當事人有沒有 我們說大廠二房兩個當事人 現在都已經不在了這樣子 現在魏權已經走到就是 像你現在看到他們當初黃家有沒有 現在一個在美國 然後在台灣弄核泰汽車 就這樣 是 那陳老師 現在我們的新的這個衛福部的部長 蔣炳煌呢 是 你有選嗎 有啊 三十年前就選了 這樣喔 那這個人的背景有沒有信心啊 他還算是蠻平順的啦 他今天能夠被拔佐 升到部長 那一路上走過來 我想整個我們台大 以前就融化系嘛 融化系 然後分出來是視頻科技研究所 所有的裡面的教授也好 沒有人像他走這麼順遂的 四平八穩 那這個也可以反映他做人 其實他也是蠻客氣的啦 所以才能夠定人和嘛 你要升高 你如果沒有定人和 你要怎樣 那我是 寄望這樣子啦 因為今天你 竟然是在衛福部 其實衛福部是醫生的天下啦 再來是公衛啦 那你今天一個食品 那當然我想政府也有 宣示的一個意味 對 我現在找了一個食品的 來負責 就表示我重視我們 國內的這個食安嘛 所以一種宣示的意義啦 那在這種情況下我想 我想未來我們 將部長的壓力會更大 那希望就是說 他能夠繼續發揮 他的人和的這個特長 能夠把醫生界 還有公衛各方面的 能夠把它統合起來 不然的話我想他就很辛苦啦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說 最近在講說 是不是要設檢驗中心 這你怎麼看 連吳寶稱自己都要設檢驗中心 這個 要怎麼靠自己了 這個先是說我們台灣 以後將來 就是檢驗 是一個很大的一塊市場 有資金的可以趕快投入 去設實驗室 我覺得陳老師我的看法不是這樣 我的看法就是說 就是說 如果你真的聽你的話 去投資這個商機 搞不好還失敗 這不能一窩瘋嘛 這樣講的就已經不行了嘛 對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國家整批